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又是我DSC數學聯盟 今天來到2019年Juil Plus 排位攻略第19.5集 為何是19.5集,不是19,不是20? 就是試完幾個小時前拍了一段是19集 但很快就有同學留言問我一些問題,就是看不明白一段影片中的某些地方 同學們不明白是正常,因為那段影片的確是我說錯了 我是說了一些錯誤的資訊出來 所以因為事關重大,我怕有任何錯的資訊會誤導你們 所以我就索性,不如不要懶,索性也不在留言回應 我直接刪除了錯的那段影片 然後我就拍一段更新版內容是正確的,準確誤誤的影片 這樣會好些,最多是我自己辛苦些,說了幾個字 但不會誤導大家 事關重大,我寧願拍過一段新的影片 所以今集就是第19.5集 就是會說一下很多同學都想知道關於Juil Plus的問題 因為試完其實就是兩個月前左右 我這個2019年Juil Plus 排位攻略系列的影片 第一集就出街了 出街之後就開始收到一些同學的打電話 就是多數會有兩種情況 一是就留電話,想叫我放了榜 就是DSC放了榜 之後就打給他們聊一下Juil Plus排位 第二種情況就是會問我一些關於Juil Plus的問題 因為絕大部分的同學都是第一次玩Juil Plus 有些地方是不太熟悉的 所以都會留言問我一些關於Juil Plus的問題 所以我收集了這麼多同學一直以來問我的問題之後 我就選了一些特別多人問我的問題 可能大家都比較想知道的問題 拍一段一整集的Q&A session 可以一次過解答大家都想知道的問題 比較多人會知道的問題有六個 其中兩個先說明 就是我去年也有拍片去解釋 但我不能預期所有看我這條頻道的人都看過我去年的影片 所以我還是會不厭其煩重複一次 所以如果你有這麼捧場看過我去年的影片 可能頭兩題的答案你已經知道 但我也會照說一次 你可以按飛前大概五六分鐘左右 去skip了我頭兩題問題 好了,第一題特別多人問我的就是Juil Plus的院校 他會如何處理兩個分數一模一樣的學生 即是說如果有兩個同分的同學 一起去報同一個program 那他會怎樣還有什麼分數以外的因素 去決定究竟收誰不收誰呢 好了,其實事情是這樣 首先分數一樣不等於最後的admission score是一樣的 admission score是要拿你的分數 成對應每一科的比重 計算出來才是admission score 所以這個問題裏面 同分的定義 我首先假設了是admission score一樣 而不是就best5是一樣的 好了,當兩個同學admission score一樣 一起去報同一個program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本身也沒問題 只要那兩個同學一起高於cutoff的話 那就兩個都收,不用想 如果兩個一起低於cutoff的話 那就更加兩個都不收 那就更加不用想 現在正在爭議的地方就是 假設有兩個同分的情況 兩個同分的同學 他們一起報同一個program 兼且他們的分數剛好是cutoff 那這個時候究竟有什麼因素 去取決於誰收誰不收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除了分數以外的因素之外 可能會看你的interview interview的表現會稍微好一點 可能會在cutoff那裡欠贏了人 又或者他可能會憑著你是否retaker 去決定給不給penalty 去決定究竟收不收你 尤其是中大廣大 如果你是retaker的話 你會中招的有機會 有些program是會扣你分的 這個情況的時候 如果你是cutoff那兩個同學 又一個是retaker 兼且program是有penalty的話 這個就自然會搶輸了 如果兩個同學又不是retaker 兩個同學interview的表現都一樣 或者各方根本沒有interview 兼且他們的emission score也是一樣 那麼究竟怎樣選擇 哪一個收哪一個不收呢 如果兩個同學一樣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首先他們不要說大學 他們應該先結拜 就是擺明是兄弟 這兩個還不是有甘心無來勢 你什麼條件都一樣 每一科的成績都一樣 跟著interview的表現都一樣 然後兩個都不是retaker 或者兩個都是retaker 一樣到這個地步還不是要結拜一下兄弟 這樣就開玩笑而已 這樣就開玩笑了 還有什麼因素呢 是會取決於收哪個不收哪個呢 還有一個因素的 就是如果你in那一科 譬如工程這樣去算 那兩個同學就算admission score 算出來一樣 他們科目的分數分佈也有機會不一樣 可能就是數學有個人考得好些 而另一個是英文好些 最後拉出來的分數大家一樣去算 但是這個情況 有機會工程修身的professor會看重數學多些 所以那個分數的分佈也可能會成為取決於誰入到的關鍵 好了 假設大家科目的分數分佈也一樣的時候 即是說大家中文一樣 英文一樣 數學一樣 通識一樣 那真的一模一樣到這樣的時候 究竟還可以憑什麼去分呢 如果你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一模一樣到這樣的地步 是不會再分的了 他只會決定你是兩個都收還是兩個都不收 首先搞清楚一個觀念 就是大學每一個program的收身 他不是固定了多少人 譬如去年這個program收100人 不代表今年也是收100人 今年可能收99、98或者101、102 是有些彈性的 不會說規定收多少人 一定要收夠 或者一定收不夠就會死 不會的 是有些彈性的 所以如果有兩個人真的一樣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有機會他額外再開多兩個位 兩個一起收 或者直接我們寧願今年收少兩個人 我們不要這兩個人 今年收98人就算了 所以收身學額是有彈性的 如果兩個人的分數一模一樣到這樣的時候 他們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兩個一起收 不是兩個可能性 兩個可能性 就是一起收 或者兩個一起不收 他會強行開多些位置給他們 或者減減兩個位置 不要那兩個人 就是這樣 第二題就是很多同學問我 Juplus暗盤的問題 這個真是超經典的 每年都會有同學問我 就是說 他講明軟校是不知道你Band A1、A2還是A3 他只是知道你Band A 但其實會不會有些暗盤就是我放A1 他會覺得我有誠意 我放A3他會覺得我沒有誠意 做水泡這樣不收我 會不會有這樣的暗盤呢 這個暗盤 我是絕對信他官方的答案 是不存在 一定不存在 因為他沒有必要做這件事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 如果有個program收25分 那什麼人會將他放A1 就是考23、24 那些 什麼人會將他放A3 26、27分 過了他min 那我還不把你的program 放A3當作水泡嗎 所以 通常同一個program 放A1的會低分一些 放A3的會高分一些 如果那個program收新的professor 只收A1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他收了很多23、24分回來 收了很多23、24分回來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你今年收新的min 就會由25分變成23、24分 到明年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很多21、22分的人 將你23、24分的program 放A1 如是者 明年的min就會變成21、22分 這樣連伏連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只會令到那個program的 收新平均分越來越低 所以那個收新的professor 是沒有動機做這件事 他這樣搞法 只會拿自己的program來搞 一年收得低於一年 所以他絕對沒有動機 去收一些A1的學生 一定是A1至A3 你高分的就先入 是這樣的意思 一定是用分數去弱肉強食 所以絕對不用擔心 覺得放A3 會不會沒有誠意 不收你呢 這是不存在的 好了 第二個情況 另一方就是有些同學會擔心第二個暗盤 就是關自收新事 好了 有些同學會說 會不會看我自收新 不like我呢 就是你表面 明文說明 就是中大、港大有些program的人會扣分 有penalty的retake的時候 但其他大學都說明不扣分 會不會有些暗盤 就是其實你暗地裡也是不喜歡自收新的 你暗地裡也是扣了自收新的 會不會這樣做呢 也是不會的 因為原理也是跟剛才一樣 如果有個高分點的retake 你不收 收個低分點的日下考生 這一件事 也是會拉低去program的收新的min 所以他也是沒有動機這樣做 但是跟剛才不同的是 有一個情況 它是真的自收新會蝕底 就是你的分數剛剛在cut off的時候 假如一個program的cut off是25分 現在有兩個都是25分的同學 去報這個program 一個是自收新 一個不是自收新 那這個時候 他收誰都影響不到 他那個科目的收新的min 他一影響不到分數的時候 他就真的有機會選一個日下考生的 你剩下一次就考到25分 那個要剩下兩次才考到25分 那我收誰又不會影響到我的min 那我當然會收效一次 就是有些professor會這樣想 所以除非你的分數剛剛好在cut off 否則這個自收新的暗盤 都是不存在的 當然官方說不存在 而我個人也相信是不存在的 就是這樣 然後第三題開始 我之前都沒有特意去拍片去解釋過 有些同學會問我 有些科說明是best5或者4加1 但是如果我讀完第六科第七科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有bonus給我的呢 是會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有bonus的話 他一定明文說明 你有一個additional elective subject的時候 我會給你bonus score 即是如果他真的有的話 他會說明 如果他沒有說那些 就真的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很搞笑 如果他沒有說明 會計第六科 那可以計第六科 但是暗地裡又要計第六科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計第六科 你表面說計第五科 但是暗地裡又計第六科 那為什麼你不索性明目張膽 明目張膽 明目張膽 這樣明文說明要計第六科 明白 明文說明要計第六科 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 其實他沒有必要隱瞞 他計第六科就是計第六科 計第六科 所以如果他沒有說明有bonus 那些 其實都是計第五科 除非都是一個情況 就是又是cut off那個位 現在有兩個人來爭 兩個人什麼都一樣 每一科的成績 interview 又不是自抽身 所有條件都一樣 這個時候 你讀多科 可能真的會有優勢 但是計分的時候 除非是cut off那個位 否則不會計算 bonus 如果他說明沒有的話 就是這樣 然後有些同學 我不知道為何今年 今年是特別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今年真的很多很多 就是去interview的時候 有些interview就是放榜之前 有些同學已經去了 演員回來跟我說 他覺得自己演得很差 覺得自己的表現是很差 不好 很擔心 那老師會不會扣我分 這樣 這個呢 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 interview呢 從來不扣人分 從來不扣人分 那所以 其實你有去到 其實至少你 take attendance那一刻 其實已經叫做 有bonus 給了你了 那 甚至乎 你說演得很差 都不會扣你分 放心 那 那制度是只會加 不會減的 好了 但是有些同學真的會擔心 我知道不會減 但是只會加不會減 我知道的 但是我演得差 人家演得好 人家bonus多過我 其實就是等於我 吃虧了給別人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會的 是會的 但是也不用這麼擔心 因為interview 在JuPAS裡面的interview 主要的作用 都是那句 在cut off那裡 作為一個考慮因素 如果這個分數 根本就不是去cut off 哪怕你只是高過一分 其實你的interview的成績 很大機會是用不著的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如果你有些心儀的學科 你放網前是有去演的 take attendance 但是覺得演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放網之後 你也不一定要換走 以上講 關於interview的重要性的問題 除了幾個例子 第一 你是在演一些藝術性質比較重 比如說Design Music這些 interview就可能很重要 又或者你可能是在演神科 E科 Law E那些 interview都可能會很重要 但是除了以上這些之外 一般來說 interview 在JuPAS裡面 都是cut off個位 發揮功效而已 就是這樣 所以不用太擔心 其實你有去的時候 已經差贏了很多人 坦白跟你說 很多你的對手 譬如放網前有interview 其實很多人是沒有去到的 是最後DSE 左之後 才把program 調回到A1 所以其實你有去 你已經贏了一部分的人 所以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跟著 關於Apple 也有很多同學會問我 Apple究竟是怎樣運作 就是 你收到成績那一天 DSE收到成績那一天 你可以決定 去不去複合你的成績 如果你覺得心有不甘 很不抵的時候 某幾科明明很有信心 但他給了很低分 根本不合理的分數 你可以選擇去複合 自收生基本上沒有任何限制 你直接去考評局申請Apple 可以了 就是帶夠錢就可以了 至於學校考生 通常學校都不會給你Apple太多科 通常都不會給你Apple太多科 而如果當日放榜的時候 教你某幾科的老師在那裡的時候 他會因應你的成績 給你意見 譬如他可能會覺得 其實你拿Level4都不是太差 根據你學校平時的成績去看的話 那有沒有必要浪費幾百元 他會給你一些意見 即是他可能會勸一下你不要Apple 或者可能會給你一些意見 你想清楚要不要Apple 即是你跟他聊一下可以的 但是要強調的是 就算他反對也好 即是老師反對也好 你堅持要Apple的話 他一樣要給你 即是他的角色就是給你意見 一個顧問的角色 給你建議你 究竟應不應該Apple 是否著數的意思 但如果你最終堅持要Apple的話 學校老師也是要給你的 因為這是你的權利 但是我對上一段影片說錯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就是Apple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如果你Apple成功的話 Apple成功的意思是說大grade 即是如果你中文科裡面其中一兩份卷成功了 即是升了grade 但是你的總分沒有升過的話 那是不當成功的 好了 如果你Apple成功 即是你有其中一科的大grade 是成功升了的話 這個時候 但Apple是不會降低的 放心 即是無緣無故有五星星 然後Apple 五星星就不會Apple 無緣無故有五星 然後只剩下五星 是不會的 放心 只會升不會跌 這個制度很好的 但是 如果你到時候Apple成功了的話 你是會有第二次排Juilpass的機會 什麼意思呢 你放了榜之後 之後那三天 就有二十四個中國人士去排 排完交了就沒有了 直接等結果 但是 等完結果 Juilpass出結果 知道入了大學之後 再過幾天 就會到Apple的結果出 到時候 如果你Apple了有升的grade 就再給你排多一次Juilpass 你可以重新選過那二十個選擇 這樣去做 可能你會說 到時候 我看回日程表 Apple的日子 即公佈結果 明明在Juilpass放榜之後 到時候 那些人不是入了大學 那我就算Apple升了 分數 那我就沒有學位 這樣 是不會發生的 放心 這個就是Apple成功之後 最大的好處 如果你能夠有一科 成功的話 然後你可以排第二次Juilpass 而你排第二次Juilpass的時候 只要你的分數 是高過今年 那個program 收的人裡面 最差的人 高多少都可以 高1分也可以 高0.5分也可以 只要你高過這個program 今年收新的人裡面 最差的人 他就一定會開學位給你 這個就是Apple的好處 那就是說 到時候你Apple成功 是不需要擔心學位的問題 因為你只要過了他今年的cut off 過多少都可以 過多少都可以 你一過了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開多個學位給你 那為什麼這個優勢這麼巨大呢 就是你們知不知道坊間 是有一些網站 是被人報告成績的 當然網友報告成績 不一定每個都會把真實的放上去 網上也有很多不實在的資訊 但是至少如果你知道那些網站的話 即一些網站是會被同學報告 他們入到哪個program 他們拿多少分進去的話 如果你們知道這些數據的話 你到時候Apple成功了 你是可以看著今年入到的人 最差的是什麼分數 而去排你的JuPass 所以到時候 只要你的分數不太低的話 你Apple成功的話 其實你的JuPass是好排很多的 你第一次排JuPass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今年的數據 你是根據上去年的數據去排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JuPass的時候 不要說網上那些 你身邊有同學進入了某個program 你直接有今年的數據做reference 到時候只要比其中一個 今年入到的program的人 你都一定能入到 所以Apple的威力就在 就是你不需要很高分 你過了它的cut off少許就讓你入 不過我先強調一下 網上我知道同學都會知道 網上一定會知道 一些網站是被人report成績上去的 但是我不會在這裏recommend 為什麼呢 因為網上的資訊很多都是假的 所以同學排的時候 拿來做參考號 千萬不要盡順 這個有個五條四都入到 我現在Apple了有個五在 那我是不是一定入到呢 因為網上的資訊未必真實 所以我也不在這裏recommend 我會提醒那些網站給大家 亦都提醒大家一句 亦都提醒大家一句 就是一些網上網友自發去 upload的數據 記得要拿來做參考好了 千萬不要盡順 好了 我說錯的地方在哪裏呢 就是在上一條影片那裏 我講了一句 就是說如果你Apple失敗的話 你也可以排第二次Ju-plus 但這件事是錯的 如果你Apple了之後沒有升級 的話不會有第二次排Ju-plus的機會 就是這樣 多謝同學子指證 我剛才不小心說錯了 就是這樣 好了 最後一題就是關於自修生成績發放 如果你學校考生的話 那天你就要回學校拿成績表 你的老師就會逐張逐張叫名 叫你出來拿成績單 如果你是自修生的話 當日的8點至9點這個時間 你就可以Lockin回到考評局 你當初自修生報名的系統 Lockin回到去 你自然就會看到你的成績 那你就很早會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打算拿著你的成績 出來報任何自資的學位 例如Hideep Assault 樹人行館那類的話 最好你還是多等兩三個小時 因為你的成績單會在兩三個小時後 大概中五十二點至一點左右 它會以一個掛號信的形式 送到你去你家 因為如果你九點鐘知道你的成績 但你未有成績單的時候 你出去報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不是每間院校都容許你後補這些文件 所以如果你是有興趣要出去報自資 最好在家裡看看新聞 然後再等幾個小時 等到你有成績單 才拿成績單出去報 會好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十九點五集就到此為止 同學仔如果有任何關於JuPAS牌位的問題 都可以在Facebook或IG上打電話 你會在這段YouTube影片的Description裡 找到我Facebook的Link和IG的ID 如果有興趣留個電話給我 到時放了榜之後 打給你去聊一下JuPAS的同學仔 亦都可以經這兩個渠道 打電話你的電話給我 我到時DSC放榜之後 就會盡力逐個逐個One byOne 這樣打回去給你們和你們聊一下 不過我不敢保證一定會打到 因為這段影片出門之前 其實我自己的學生 都大概有三四十個同學仔 留了電話給我 所以我不敢保證 我三天裡面一定會打得及所有電話 但我的三天一定會留給你們 一定會盡力一個一個打給你們 放心 我也會盡力的 有興趣的同學仔 記得留電話給我 記住千萬不要在這段YouTube的Description 留言公開自己的電話 有興趣留給我的話 記得打電話給我 就是這樣 祝大家到時放榜 收到自己滿意的成績 等你們好消息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